今天是旧金山 2023年的4月9号复活节 星期天 Easter 复活节 意思是冬是吧 E-A-S-T 后面加ER就是复活节的意思 这边是个夏坡 唐人街 我把棉衣放到双肩碑里了 太沉了 就放到双肩碑里了 这个哥染的黄头发 从这过吧 但是一会儿我估计还得穿上 因为它这个天气就是这样 我从这走也行 这边在装修 起身走 复活节 一个又一个的节日 看到我姐在 微信群里发的消息 他们孩子 这次应聘没有入围啊 是 一些学校招老师啊 然后她参加这个 面试啊 没有比试 我还纳闷呢 我记得以前得有比试 这次直接面试 而且日程非常紧凑 得到消息的第二天 第三天就要报名 第四天就要面试 面试呢 当场出成绩吧 好像是 我之前也跟我姐 通过微信群里说了一些 我以前所了解的一些情况啊 比如说有的地方 在招老师啊 或者招聘一些事业编的过程中 存在的一些问题啊 我姐有点不太高兴啊 然后说 可以换话题了 我就 就此打住啊 我姐她们孩子 去的那个城市 正好大宝 在那读大学 我跟大宝说 我说你跟你表姐联系一下 看看她需要什么帮助不 她给她的表姐留言 她表姐没回复她 我说可能是忙吧 顾不上吧 然后大宝呢 可能有点心里 有点沙沙的落空 有点失落啊 就说咱们是不是 热恋贴人冷屁股啊 这样的 这个妹子不冷啊 这个胸不冷啊你 这风这么吹 行吧 我跟大宝说 咱们把 咱们该做的做了就行了 然后大宝 这几天也交了一位朋友吧 那位朋友 比他大三岁啊 好像以前当工兵 之后又去读大学吗 然后对社会的了解呢 好像总是谈 工作呀 社会呀 这些 让大宝觉得有点沉闷啊 说困得不行 觉得没意思 我跟大宝说 反正这个年龄段 像十八九的小孩 可能还是 不适合过多的接触社会啊 毕竟这个年龄段 是 不能说天真烂漫吧 也差不多 对吧 我说爸爸当年 在你这个年龄 比你小的时候 比你还小一周岁的时候 也出对象了 那个时候完全是 那种根本就不谈什么社会啊 就是两个人在一起 你在一起啊 看电影啊 跳舞啊 去公园啊 而且注意力非常集中 那个时候也没有手机 没有微信 去 他们女生宿舍楼 下面喊 407 他在407宿舍嘛 一喊呢 这个整个楼的女生 都听得了 相当于现在的一个微信群 某学院女生微信群啊 整个楼全听得了 有的女生就 偷偷瞅一眼啊 这哪个傻小子 也在这喊呢 然后 通常喊一两声 407就有女生把头探出来 我喊407 完了 有个女生把头探出来 找谁 找谁 没这么凶啊 找谁啊 我说找谁是谁 然后 他就说干啥呀 这样的 所以说就相当于 现在在微信群里 两个人在那 大家观望啊 两个人在那聊天 比如说 一男一女搞得像 在微信群里 两个人大胸 救恩爱啊 这种的 想想也真挺夸张 挺奢侈的 下来下来 然后他就下来这样的 之后再 说些悄悄话 但是打招呼 这个过程呢 是公开的 相当于现在 是在群里打招呼 直接在群里点秋香 他们会点秋香 但是女生呢 是可以去男生楼的 直接可以进来啊 长驱直入 男生不能去女生楼啊 就有这样的限制啊 有一个帖子啊 应该是个真事啊 他们读大学的时候 这个男生宿舍呢 他一个舍友啊 带了一个女生回来 那个哥们住上铺 然后半夜带女生回来了 结果弄的这个动作有点大啊 这个床忽悠忽悠忽悠就晃悠 后来下铺的兄弟受不了了 怕床塌下来 就悄悄的翻身起床 实际拿身子挤着这个床脚 就扶着这个床脚 别让这个床瘫了 等上班完事了 然后再悄悄再撞上被窝睡觉 所以这是好兄弟啊 所以年轻人 那个时候感觉是不一样 现在回想起来 那时候也是真的是非常好 非常美妙 在毕业前 两三天一两天 我有幸到那个 对象那个宿舍去了 他那个开门的老太太 脸是扭曲的 像个南瓜一样 眼睛不大脸很大 然后脸很长很大 有点肉啊 然后眼睛很阴冷的样子 然后我那对象不领我去了吗 路过那个门口 等于说这是我弟弟 上来帮我拿东西 那老太太这样盘我呢 我对象拉着我说快跑 抓着我就往楼上跑 登登登登就跑到四楼 我在跑的一瞬间 听着老太太后边说 不学好 不学好 估计这个老太太回忆起 太年轻的时候了 其实也没什么 我跟对象到大学毕业 也没发生什么 就是到他宿舍看看 他画的画 当时拿了一幅 画的是欧洲的一个 好像贵妇人那种的 就那种欧洲那种 非常传统的裙子 女的戴个帽子 帽子上个蝴蝶结 腰那块收得非常细 裙摆炸得非常大 带着钢丝那种的 那个画送给我了 好像送给我这幅画 那幅画后来我还弄丢了 因为都要毕业了嘛 我们俩都要毕业了 各自 老艳纷飞了 所以呢 我到他宿舍得意一见 就去那一次 他住的是一个下铺 靠窗户 我记得 下铺靠窗户 我住的是上铺靠门 他来我的宿舍 第一次是 在 我们当时读的是一个 师范学院吧 师范学院女生还是比较多 尤其是外语系的女生多 但是我没在外语系找 我到别的系找的 到别的理科系 女生少的系找了一个 所以也挺有意思 就像 大宝一样 大宝他们所在的学校 男生特别多 男女生比例好像是 5比1是几比1 6比1 我那个外语系是女生特别多 也挺有意思 然后第一次是 我们当时外语系晚自习 九点半下晚自习 我就回宿舍 我们宿舍三楼 三十三宿舍 把走廊一头 然后走廊挨着宿舍隔一个门 我们隔壁宿舍 是我们上街外语系的学兄 但是我们那时候是大一嘛 大一下半劲 隔壁是 大二的外语系的上街学兄 然后挨着的就是小舞厅 我就溜进去了 那天是他们戏包场 我就溜进去了 那时候九点半 也快结束了嘛 那时候过去人们睡得都很早 那时候没有微信什么 那时候九点半 十点就算比较晚了 那时候想想真的还挺健康 人们营养也是挺均衡 不像现在似的死命吃死命嚼 然后到那儿呢 看到有人跳舞 一进门是一个小小的舞厅 那套间里边是一个小歌厅 然后进了之后 好像没有几个跳舞的 冷冷清清舞厅 歌厅倒是很热闹 我就溜进歌厅 然后就听着一个主持人吧 一个男的说 下面请谁是谁 为大家演唱什么 叫什么了 洪湖水浪打浪吧 一条大河波浪宽 一条大河波浪宽 风吹大花仙来岸吧 就那个歌 唱歌那个就是我后来的女朋友啊 但是当时我 我没什么感觉 我就看看 怎么就唱歌呢 觉得卡拉OK有那小电视 他照着电视唱 唱了他跳好听 当时对跳舞感兴趣嘛 之前是不跳舞 但是外区的男生太少 所以女生呢就扫舞忙 强行的帮我们参加舞会 把我们交会了 外区的女生藏龙卧虎啊 有比我大五六岁的 也有比我 大多数都比我大一两岁 有少数跟我同岁 还有一个最小的生日 比我小几个月啊 因为我上学比较早 所以我们同学一般都比我大一岁 然后就学会了跳舞啊 记得我们班 当时最有风韵的一位女生 是比我大五六岁吧 非常成熟的女士了 然后胸部起飞也很大啊 然后跳舞非常舒展 跳探歌什么的 我跟她跳舞的时候 感觉她在带着我啊 感觉她在带着我 并不是我带着她啊 这边在唱歌 我估计当时她肯定想 小样 小样 因为我当时的确太小了 当时上大一的时候 十七周岁 然后她应该是比我大五六岁吧 那个年代还有人一年又一年的服习 她好像服习了三年四年考上的 她的字写得漂亮啊 在同学路上写的留言 我还记得呢 字写得非常洒脱 后来她跟我们外语系的一个精读的老师结婚了 我们学校外语系教精读的老师是一个大个子 北方人啊 英语说得非常流畅 然后她的太太呢 也是他们在大学外语系的同学 她的太太是四川人 长得还行啊 瘦瘦的高高的 也挺文静的 好像漠不作声 他们两个从大学毕业之后呢 双双到这个 我们那个试版曲院当老师 教不同的班 我们是三班 那个男老师教我们三班 女老师教四班啊 就是教不同的班级 但是就是都是教精读 结果我们三班这个女生 我说的特别成熟 特别有魅力的这位女生 她做第一位啊 有一次上课的时候 我就听着我们这个 静读老师说 谁谁谁站起来 斯大达吧 然后那个女生就站起来了 然后站起来之后 这个老师说 你有病吧 就说他 那是他唯一说的这个汉语 因为在我们开学第一课 这个老师就给我们一个下马威 一开门就 开门就唱 就是英语 他说的还很连贯 我们就傻了 我当时想完了 这应语专业 完了 废了废了 但是过了半个月呢 就送个假来了 就能慢慢听懂了 完了后来呢 到了毕业前夕 听说我们这个 静读老师跟这个女生搞对象了 并且把家里的钥匙都交给这个女生了 完了再后来毕业之后呢 又音音乐乐听说 我们那个静多老师离婚了 然后跟这个女生结婚了 后来又去英国吧 她的女儿好像在英国读书好像 这个很很奇妙啊 按说我们静多老师 她跟她的妻子是大学同学 按说他们大学同学的这个情感 应该很深对吧 班对班的在大学一起读书 那个女生呢也放弃了 在四川老家的那边的 是吧 生活然后跟她是吧 一起到一个学校 然后结婚 工作 结果后来突然 具体情节不知道了 反正就这个女生 跟我们老师结婚了 我们老师离婚了 后来又听说 我们老师以前那个太太走了 辞职了 离开 那个 是完全怨了 可能有点伤心了吧 这个很复杂了 就是对我来说是完全太复杂了 我是后知后觉 比较晚熟那会儿的 等大宝现在呢 我也希望她接触的男朋友呢 应该是单纯一点的 这是我的期许啊 我不希望她找一些 特别世俗化的东西 然后她也发来一个半个截图吧 是她和她的 男朋友在 不算男朋友吧 就算刚认识 她和她这个朋友呢 在微信里交流 提到她的表姐 这次 呃 考老师落选的情况 她的男朋友说 嗯 现在还是公平的 但是大宝呢 好像并不这么认为啊 大宝 大宝对此好像保留的意见啊 大宝其实也挺涵养啊 嗯 其实我以前所知道的一些情况 就很复杂了 比方说 嗯 总体来说吧 对吧 是 有的比如说出题的时候 那个手机都收上去 比如说你们几个出题 把你们几个关起来啊 那么跟外界切断联系 但是呢 这个题还是跑出来了 后来听说是 怎么着从里边扔出纸团来 有人在窗外面接着 就把这个题 用这种物理载体的方法传出来了啊 反正还有 当然打招呼是 肯定有了 以及有一次 我在 其实 我这 以往的人生 曾经有过若干次监考的经历啊 第一次监考是在读大学的时候 那年 从师班学院毕业 那年是十 好看 十九周岁吧 不到十九周岁 十八周岁多 不到十九周岁 毕业前期我们接到一个任务啊 把我们叫到我们宿舍楼那个小舞厅 就是我跟我当时的女朋友认识的那个舞厅 然后 坐成一圈 原来跟大家宣布啊 这是一个 郑重的 决定啊 说是以前呢 呃 这个城市 在职教育啊 这些 在职人员 学位进修的这个考试呢 秩序很乱 啊 所有人走后门 那么 为了杀住这个不争之风 今年决定让你们大学生 作为健康老师 因为你们大学生 没有什么社会关系 不会有人走后门对吧 呃 每次呢 每间一堂一天给八块钱好像是 还管饭好像是 那当时也傻乎乎的嘛 就去了 完了 健康的时候 我们回来之后就分享心得呀 我下铺的七哥说 他发现一个女的在那 好像做抄袭的准备 他就让他站起来 那个女的站起来了 结果 从裙子里哗啦哗啦哗啦 掉出不少东西了 纸条了什么的 当场给他拿下抓到了 但是我呢 倒对他们挺仁慈啊 我基本上看他们抄呢 我就 拿这个手指的敲敲他这个桌子就得了 敲两下得了 并不抓他 然后还有一次在监考的时候 有一个男的三十多岁吧 然后他写了一个条 上面写我还记得呢 一个小纸条写着 我们是上班 上有老下有小 我们根本没有时间背这些东西 我们只是为了拿一个学历 老师高抬贵手好吗 我看了之后 他把条递给我了吗 圈条递给我了 我就 拿过他的笔 在上面写了个抄吧 他挺高兴 那后来 哦 海鸥 后来 在考试 这海鸥你脖子这么粗啊 吃啥呢你 后来考试结束的时候呢 他给我两根烟 我不知道为什么给我两根 我不知道为什么给我两根 他其实好像是 手里拿两根 让我拿一根 我傻傻的拿过两根 我就放在桌子上了 后来他说谢谢啊 谢谢啊 后来 他突然给我一支钢笔 说老师 这个钢笔是我捡的 你看谁丢的 我估计他是把钢笔送给我了 表示感谢吧 我估计 就是说 但是我当时傻傻的 他给我拿两根烟 我完全不懂为什么给我拿 递给我两根烟 后来我 工作之后见到有人也那么低烟 才知道他手里拿两根烟 意思是让你拿一根 自己拿一根 结果两根都让我接过来了 他跟我比呢 也是一种隐性的 这样的 表示感谢吧 那是这意思 还有一次 监考是 有一个考生 我认识 具体什么关系就不说了吧 我就比较关注他嘛 我监考认识他 但是 我是很认真 认真监考啊 结果发现他答题的时候呢 并不是 认真答 他前面的选择题 还有判断是非 判断证物都空着 把后面那大题都答了 客观题都答了 那种选ABC的单选多选 还有打X打对号的没选 空着 所以我就想 哎呦 我想是不是 他不想考这个什么 事业编之类的 我得跟他谈谈心 我还想着考完试 有机会跟他唠唠 是不是你父母 强迫你报考啊 还是怎么着 为什么你 这个ABC这么容易选的 还有判断证物 你都空着呀 对吧 我本来想跟他谈谈心来着 但是没等我谈心 那人家说 成绩公布了 我考第一名 考上了 我很惊讶啊 我很惊讶 后来我就判断出 肯定是这里边 有一些 是吧 我所不知道的东西啊 可能是 一种暗号呗 跟 潘先生老师 可能事前有种 打招呼啊 也得说 老师看着哪张匠子 这个单选 多选和判断都 空着的 就给他高分啊 并且顺便把这个 ABC给他补上 对吧 老师那都有正确答案嘛 所以真的很高明 对吧 当然有一次监考的时候 我也注意到 有教育局长在走廊里接电话 直接把对方挑了 管不了 这个口子开不了 我管不了 我没那权利 这样的 因为 当时在接电话的时候 因为大家都很敏感嘛 那个时候 健康老师的电话都收走了 领导手里有电话 他一接电话 大家都瞅他 他不好当众 答应人家什么 他只能 发扬风格 只能说 答应没亲 六亲不认啊 所以 或许是一种表演啊 这个不知道啊 我们当年 一起考检任的那几个人 有一个是教育局长了 有一个是检任长了 还有一个 以前在 某个法律单位 部门负责人 后来 因为疫情案件呢 受到一些牵连 调走了 我呢 在美国流浪 还有一个早上就到 当那个什么 局长了吧 什么的 是哪个局局长啊 一个 忘了啊 反正基本上都 检任长 教育局长 部门负责人 受牵连 命运不同吧 还有一个在美国流浪的 起一个破自行车 哎 这自行车不破 这新自行车 Made in China 新自行车 过 鸽子压着你了 我应该把 棉衣服穿上啊 大碗那边呢 我 这段时间 没给他汇款啊 因为最近反正 我觉得国内的一位朋友 可能更需要帮助吧 我就给他 帮他把信用卡还了 买个手机 三星S22 Ultra 花了4000多个钱吧 后来买到手机之后 他父亲还挺喜欢啊 后来我给他爸也买了一个 估计过一两天 优吧 我是觉得 你看他说 他的手机已经用了四五年了 花了几百个钱买的华为手机 经常死机 然后他爸爸的手机也用了四年 也是华为 花了730在网上买的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这怎么能成 我说这 人民币七八百的手机怎么用啊 不能用啊 所以呢就 买了啊 我觉得 钱这个东西 接战性的把它花光 是对的 要不然我半段挂了 这个钱留给谁啊 我在这挂了 这个钱留给谁啊 是吧 所以我的观点是 有钱 该花就花 只要不是乱花的话 就没事 正常的花销 不管谁花 花给最需要的人 我的房租没交 我觉得 当然对方的来说 是猫猫语了 我交这个房租 我交房租呢 对方的来说 是锦上添花 但是呢 我帮着国外这位朋友呢 把他的幸运卡还清 帮他换上一个 正当的 就是说 可以使用的 体面的手机 我觉得这是雪中送太啊 所以 咱们中国的一个谚语呢 只有 锦上添花客 没有雪中送太人 但是我呢 就是雪中送太人 所以呢 就像是和远方所说的 你看你 原来买那个三星手机 花了一万一千 一千六百多美元买的 送人了 折制人民币一万多吧 那自行车 新的 组装好了 送人了 你是 有点钱 就被人吸血啊 我说 这是人的一种本性吧 就是人 心比较善良 就见不到别人受苦 比如说 当时那个手机 送给夏威夷那位朋友 是因为 我偶然得知 他竟然 跟国内的父母 没有微信联系啊 他一个人在美国 他的父母和弟弟在国内 没有微信联系 平时呢打电话 打电话还付费 我说 我说用微信多好啊 可以随时微信视频啊 是免费的 他说他的手机 已经没有空间了 用的是三星S7 用了好多年的S7 我想天哪 我想我录像用的手机 这都三星S10了 就现在我这个手机 三星S10 我都不屑于用了 他用S7 当了他的手机呢 正好我那时候买了 三星S22 Ultra 配置最高的 可以跟苹果14pk 那种的 后来我就 我说这个送给你吧 你用吧 我说我还用 我能弄得久吧 因为我那个三星弄得久 比他那个 三星S7强多了 就送给他了 然后并且帮他安微信 跟他的母亲 微信视频聊天 并且录屏 结果呢 过了大约不到十天 他的妈妈就去世了 在国内 当时正好国内疫情 那时候放开嘛 很多人都发烧 完了这位朋友就埋怨我 你看 我以前不跟父母 微信联系 没事 一微信联系 我妈妈就去世了 就是你把我妈妈害死了 让我觉得心里 很不吃滋味啊 好了 另外那位朋友呢 我给他一辆自行车 因为他刚从国内过了嘛 我送给他用了 我骑那个旧的 把心灵给他了 然后后来呢 他也翻脸了 行吧 反正 但是对我来说 我觉得也不后悔吧 我觉得通过这些事情 了解人性了 知道哪些是需要绕开的 哪些是值得你珍惜的 但是 人的善良的本心 又让自己 去坚持做自己啊 坚持做自己 正确的事情 可能 可能以后呢 在帮着别人的时候 会有限度的帮助 不会像以前这样 毫无保留的去帮助别人啊 以后可能会 给自己留点啊 我觉得 好了 就到这吧 这边可以过了吗 这边可以过了 我走密声街吗 走密声街吧 密声街比较热闹啊 我比较喜欢走密声街 这个歌 你往前走两步不行吗 你 外宾来了 你往前走两步 往前走两步 这耳朵 耳朵没长着 没长这耳朵 是的好像 所以说 人性很复杂 还有一个 原来在国内听说的 是 招老师吗 是招哪 可是美术是什么呀 有个女的每年考 招一个老师 他考第二 招两个老师 他考第三 招三个他考第四 一年一年一年 又一年 到最后马上就要超零了 后来他激了 找领导 后来给他安排到一个 比较偏远的地区的一个学校 给他安排了也行吧 可能大家都知道 可能对他不公平啊 可能他能力到了 但是呢 由于某种原因吧 导致他无法入围啊 但是大家都知道 每年都考 每年都考 后来想算了吧 给他安排了吧 就安排了 但是没有安排到一个核心的一个地方 而是安排到一个比较偏的这么一个地方啊 也行吧 这边是红灯吗 这边帐篷 这边 这个哥挺潇洒的 挺逍遥的 这个黑哥 这个闷儿 你不冷啊 这个闷儿 这天你 穿这裙子不冷啊 不感冒啊你 哎呀 这也不容易啊 不容易 当女人也挺不容易的 这天露个大腿 那肉上都是鸡皮疙瘩 我猜 这种不能往上切 一切容易摔倒 因为这个棱特别高 这个棱高不高 也有点高 有点高 这个不能不能横着切啊 不能横着切 你找一个角度可以 这么一个角度可以 哎 对 稍微垂直一点角度可以啊 过这个马路的时候 最早推着走啊 因为一旦有人撞到你了 你可以把自行车扔了就跑 如果你骑着走呢 你就来不及下自行车 我记得在国内骑自行车的规范呢 是要求在过马路的时候 必须推行啊 不能骑着过马路 是有道理的啊 这帮人排队呢 这帮人 你们不怕病毒啊 你们在这儿啊 你们也不怕站近距离 这个妹子也开始 光着板子不怕冷啊 这家伙也是 不容易啊 不容易 不容易啊 啊 沙发 这谁扔的沙发 刘洛汉可以当成一个睡眠的床了 Factor outlet 工厂 奥特莱斯 奥特莱斯就是向外释放 out是向外 out是向外 out是让 让他向外走 让他向外走 就是outlet outlet 向外让 这黑格 这黑格 这头发怎么盘起来的 黑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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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块7 5块 5块 涨了几分钱啊 这个油价涨了几分 涨了大约6-7分 也行吧 微微的涨了一下 微调 好 我得穿上棉衣了 有点凉了呀 你们有刚才一直骑着走了吗 如果走着走可能就会很热 骑着走还 身体产生热量的 这种概率会低一点啊 啊 穿 再见 我这个该洗了 TQ商是以前单位发的呢 以前的单位发的 呵呵呵